詞曲 李宗盛 各位兄弟朋友我就好我是朱銀 今天來到廣州公區賓賭展 我們考慾唐哥 我都知道唐哥最近發出了新碟 想跟唐哥分享點滴 我也知道這首新碟《少學江湖》有典故 譚哥可以和您分享一下嗎 其實我和春麥教授老闆在想 今天演出這首碟是用了什麼的意識 他說你唱這麼多的舞后劇 不如用一個像《舞后劇》的故事 用歌來帶出這個故事 所以我們就想了少學江湖 其實《少學江湖》也是我可以拜紀念 因為我第一次錄音時是30年前 即是1984年 當時我進來演唱的 30年後我覺得好像我當年 初初學藝落生的時候 所以我闖蕩江湖 闖蕩江湖30年後再重唱這首歌 這麼巧合我又找到一個拍檔 又是新的拍檔又是聖歌 所以就把五首歌串起來 像是一個故事一樣 即是好像有在《少學江湖》 然後有首歌 大家都熟悉的《蛇雕醫院傳》 都擔心 就說我闖蕩江湖 在江湖上就發生很多事 之後呢 另外一首就是 就是張元創歌 就叫只是朱元璋 其實是他意思 朱元璋當年是統一中國 不如說 啊我又可以統一江湖大義 之後呢 覺得有人需要放鬆一下 要做一個周倡晚上 那麼他跟我餐一輛艇 我把自己放在國乎上 放鬆一下 好像睡著了 弄到睡著了 就發到我的愛女 雙雙變成了蝴蝶 讓她去另一個境界 自己想出來的 我也知道這支碟 唐哥有參與幕後的工作 說真的 我在七十年代很喜歡錄音室的工作 我經常想研究如何錄一些質素高的唱片 以前我的唱片公司是英國公司 比較保守 通常會給歌星電機器 但我又很喜歡 所以我經常錄唱片的錢來買一張機器 自己研究如何錄一些美麗的聲音 早幾年 原來我碰到工業生的老闆 他本身都是花小人 他給了很多啟蒙 以前我經常以為買一些美麗的機器 很美麗的聲音 原來不是的 你有美麗的機器 再有美麗的聲音配合 然後才錄到一些法師很想聽的聲音 我們開始就是在前年 他第一次就帶我去香港的高級銀行前 我去到那時 我想到法國有很多歌手都在做這件事 我跟老闆說 我可不可以錄一張發銷照片 當然是不知格的 兩張 我們開始跟他研究 我一向都喜歡馬路一般的東西 幫他監製了第一張叫謝首歌 就是那個名字 非常幸運 為何我們可以拿到多少個獎 甚至是在拿到香港的十大消息 所以在去年 其實在去年出了那張唱片之後 我們就逃避這件深層 也是經過一年的時間 選曲 沒任 其實我跟我老闆一起監製要出 錄音就是由我親自來 老闆就不斷給意見 試用一些很漂亮的線材 例如法國的NC 晚屋和法國的線材 哦 不難看 那做這張唱片 有沒有藍芒的經歷 藍芒的經歷就是我的新拍檔 其實在上一張唱片 他也有回來幫我 但上一張唱片就唱英文歌 其實為何我跟他有這個緣分呢 因為我們在三四年之前 去美加那邊 去到突然間需要一個女客房 去合唱的歌 得到朋友介紹 認識了葉季卿小姐 當時其實他在多倫多 或者在美國那邊 他也很多時候幫藝人去做小音 例如杜麗莎 澳大陸熟悉的歌星 那次我聘請了我做嘉賓 但我發覺他唱得很好 所以今次上一張唱片之後 今次上一張唱片也聘請回來 一起錄製中文歌 因為上一張唱片很長 唱到廣東歌 錄了四首歌 就是有小歌 不過不可以有一個很特別的恨美麗 因為恨美麗大家都知道 Michael 以前唱的就是單獨版本 但我覺得梁忠應該是他唱的 所以我就將他那首歌重新編合 鎮南鼓合唱 我覺得挺有新編 照感動 也有新的火花 或者有沒有哪首歌想推介給我們會員 漁州唱晚我是很喜歡的 因為漁州唱晚以前 大家聽到多數都是用樹痕 有些比較西式的樂曲 但這次我是用了花瓶詞和詞 去觀衆這個火花 我自己是很滿意 希望大家我的樂迷都喜歡 棠哥 我看到曲目那裡有兩首國語歌 是的 因為其實國語歌 難道有唱下的 因為演唱會 我們會唱國語歌 但錄落唱片我真的是第一次 因為這兩首歌詞有紀念性 因為我姐姐早兩年就鮮人了 她生前很喜歡聽這類懷舊的歌詞 所以我選了兩首 特別是《不了情》這首歌是生前很喜歡聽的 所以這次我特別將它放在這場片 亦是我真真正正第一次錄落歌詞 就是這兩首歌 除了這兩首歌詞之外 Ban你會看到有些英文歌 英文歌我跟唱片公司老闆有些默契 我就說每一張唱片我希望唱兩三首 都是我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我也有稱一色唱英文歌 拿手 那時是打Ban 每一張唱片我會選兩三首 屬於七十年代 我又自己唱過的 又喜歡的 但未必一定不會是很流行的歌 但我都是一些好聽的歌 所以這次也不意外 另外也會有三首的英文歌 希望大家會聰明 我相信這首歌的內容也算不容易 是呀 我相信聽過上一首歌 我覺得各位會員都應該對這首歌有期待 多謝 今天很感謝葉振棠先生 阿湯哥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 謝謝